马蒂斯的艺术生涯 持于一场略写戏剧情的意外 他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商人家庭 青年时期呢 专攻法律 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律师资格的考试 20岁时换上了杰西兰尾炎 在康复期间 母亲为他带来一些绘画的工具来解闷 但这无心之举让马蒂斯迎来了新生 此时印象派的诞生 在绘画史上开辟了一丝自由的曙光 而后赛上梵高等颠覆传统艺术的标准 堪称绘画史上最后的狂欢 马蒂斯一生常试过古典 印象派 后印象派等多种绘画风格 眼兽派仅仅是他身上的一个高光标签之一 而马蒂斯在克里尤期间 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戴帽子的女人 也就是这幅作品 被放置于多纳泰罗的 文艺复兴风格的雕塑旁边 而评论家目睹了此景 评论道 纳泰罗被野兽包围啦 就是这句话 野兽派就此诞生 野兽派的诞生 更印象派真的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因评论家的一句话 刊登在了杂志上 就此名声大噪 奇怪的词